隔空交战馆长 Toys图报左脸被打淤血整片麻掉 惊人伤势谱 知名实况主Toys刘伟健进来 频频与馆长陈志翰大打口水汗 预前也宣布将预前老板中陪生打拳击比赛 然而还没到比赛当天 Toys就晒出练拳时 被选手打到左脸又肿又麻的模样 甚至严重到连话都没办法好好讲 不少人直呼太惨了吧 又单引号 Toys5日突然在Ig贴出一张自拍照 只见他左眼明显红肿 脸部也疑似有红肿状况 他表示自己遇上了大麻烦 透露当天本打算要开台直播 没想到前天练拳时被打到眼睛 淤血压到三叉神经第二分支 现在左半脸又肿又麻 偶尔还会给我一直电 话都没办法好好讲的那款 Toys也晒出自己练拳时的影片 虽然他随时做好防守准备 也不断猛攻 但对手突然进行反击 一个右拳直接往他左脸打 画面中可以发现他不断眨眼 眼睛也因此受到不小伤害 感谢您收看猛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